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决定用尽所有的意志力去减肥 因为我有尝试过没有吃东西 但是还是不能减肥 尝试喝但是减肥茶都没有用 所以我决定就是来运动 很多我的同事都讲说 为什么你每天就是要去健身房 午餐的时候怎么去 我就是会参加我的健身房的那些课程 大概是30到40分钟的课程 40分钟来做运动 然后另外20分钟我会冲凉 然后带我自己在家煮的饭 我们来这边吃然后再回去办公室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有意志力 全部不可能的障碍也是可以变成可能 最大的收获我是学会了怎么能够自信 然后我就是从中了解自我 更深刻地了解自己 其实就是我要从中挑战自己说 从一个很丑的一个人能够 还有一个胖的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梦想一个目标 美梦也可以成为真实